这大黑妞比我都沉啊 我体重是85公斤 这大黑妞身高要比我高啊 我的妈呀 这大屁股 这个妹的好看 这个妹的好看 这个妹的真好看 这个就是那条小火车 小火车的车轨 咱们也走过去看看 刚刚过去这辆火车 这一时半会儿 还过不去呢 我得 咱也鸡贼一点 咱们走对这这 等他们把车拦下来咱再走了 这个车呀是根本不让你啊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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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刚刚过去一辆火车 这这条是1902年建设的 1906年通车的 法国殖民时期修建的 看看这两边也都是商店 这边也是关门的商店 这个基本上都是外国的游客 看看它的铁轨啊很窄 这个就叫窄轨的铁路 这个呢 咱们能看到了这个 这两边装修的 灯啊招牌啊 也是很有特色的 看这些小楼 感觉都是法式的建筑 哎哟 前面这大黑妞 这大黑妞 哎哟 比我都沉啊 我体重是85公斤 这大黑妞 身高要比我高得一 身高跟我差不多 我的妈呀 哎哟 这大屁股卧槽 这大屁股能 哎哟 太可惜了 所以说啊 这个叫一个萝卜一个坑 是吧 你非洲的萝卜 只能种在非洲的土地上 这个是南亚印度的 印度的小黑人 啊这个姑娘不错啊 感觉很有欧洲的那么一个气息啊 看看这些土狗 到处都是这个土狗 这是越南的土狗 他也不咬人 也咬我啊 嗯 装修的还是很漂亮的啊 都是这些大长腿 男人长毛的腿 女人没长毛的腿 哎哟 哎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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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是过去了一辆火车啊 我没敢上 这两边也都是酒吧 这一个人点一瓶啤酒 能坐上半天 这老外这白人的消费能力 其实并不高 他们呀就偏爱坐在旁边喝酒 喝一杯咖啡 能喝半天 但是亚洲人呢 尤其是中国人 他们的消费能力要好 这个小彩灯也挺漂亮的 树上也缠着这个彩灯 啊 终于看见一个摄像头啊 看看这个摄像头 人力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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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xi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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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xi Taxi 我不打车 他还要摸我一下 这个在越南过马路是一个技术活 也是一个胆大心细果断的这么一个活 都是白人啊 而且欧洲人比较多 这个 哎呦这大汗 哎呦这小伙子真漂亮长得真好啊 大高个儿一米九几 主要是人家还经常锻炼还瘦 还有肌肉 你说这上哪说了一句 你再看咱们中国人 亚洲人 都是大肚男 哎呦 这节目可以啊 这哥们找了一个大老黑 哦 这小妞不错啊 这么多白妞啊 哈哈哈 其实啊这个白人啊 别看他们穿的好啊 就是穿的露的多 但是其实并不好看 同样呢 这个越南姑娘啊 其实更水凉 皮肤更好 这个我已经走了大概有三百米了 哎 这妹的好啊 哎呦这个妹的好看 这个妹的好看 啊 这个妹的真好看 还是咱们亚洲的妹的好看啊 啊 咱们 白人啊 白人虽然他们的身材要好 但是呢 他们 爱晒太阳 晒太阳呢 把皮肤都晒黑了 这大老黑 可以啊 这种并不好看啊 嗯 这个火车一来 火车上的人 看外边 外边的人呢 看火车 看火车里边 哎呀 哎呀哎呀哎呀 天青蛇灯烟雨 我照顾 一个椰子 几瓶啤酒 就能 坐上一 坐上满天 哦 看来看 这个灯光 灯光很漂亮 哦 还有陪酒的 这条街还是挺长的啊 我估计得有个 往前走还有呢 哈哈哈哈 哎呦这南亚的小人长得也还行啊 哎呦这个 这个以前都叫昆仑奴 看看他们 一人点两瓶啤酒 就坐在边上 就这么聊 干聊 哎呦喂 这火车又来了 火车又来了 火车又来了 他们就让站在旁边 等一会儿吧 我去离这么近 太近了 我去离这么近 后边骑摩托车这哥们儿 刚才追着我问 按摩按摩 我说我不要 让他给我掏出手机 给我看一下视频 哈哈是那种全裸的店 超这个姑娘全裸在那跳舞 啊那绝对咱不敢去啊 第一不敢去啊 弄不好啊就是个圈套 先不说啊花费多少啊 弄不好就是一圈套 所以说啊如果你不熟悉当地 千万不要玩这种啊 千万不要玩这种啊 你就是在刀尖上填血 这越南的街头也是有流浪汉啊 现在呢我就在越南河内的老城区啊 老城区现在是北京的 越南的时间已经是11点了 北京时间已经是12点了 这两边这个商店也都开着门了 跟咱们中国北方地区的晚上六七点差不多 关门的店铺很少啊也有关门的 但是很少大部分都开着了 看看这边 大部分的店铺都开着了 非常适合什么呢 非常适合就是 晚上出来溜达溜达 你能吃到各种的美食 酒吧呀咖啡厅啊餐馆啊 这地面呢不是很干净啊 西方的白人比较多 白人游客是最多的 那咱们亚洲的游客呢其实并不多 他们这边人手一辆摩托车 至少是一辆摩托车哈 看看人家河内的深夜的街头 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几乎都是开着门的状态 生活的气息很浓厚啊 很浓厚的生活气息 白天呢比较热 现在这个风雨吹也挺凉快的 这是卖烤茶的 卖烤茶的小伙 这个穿绿色衣服都是他们当地的摩托 摩托师傅 摩托师傅呢可以通过他们的软件轿车 这个都是这些都是当地的越南小姑娘 前面这个湖啊就叫环剑湖 很难得啊看到亚洲的游客 我个人感觉80%的是欧美的白人 欧美的白人游客 好 拜拜 也有一些长相 像是印度人的皮肤较黑的 这个南亚的游客 然后有一部分的黑人 有一部分的中国人呀 或者韩国人呀 或者马来西亚日本人呀 像这些这是一个 什么呀喝 喝咖啡的点 咱们就走到了这个环剑湖的旁边 过马路啊真是一个技术活啊 轻易的不敢过马路 但凡坐在这个小凳子上呢 几乎都是当地人 当地人坐在这湖边 欣赏着湖景 哎呀 真的很舒服啊 点个果盘 点两杯水 吹着湖水 吹着湖水 很惬意 非常的惬意 那么我在这坐一会儿吧 今天河对温度是25到32度 现在呢 坐在湖边 吹个吹个晚风啊 不叫晚风了 这个叫凌晨的风 快凌晨12点了 咱们好多的当地人 咱们好多的当地人 坐在湖边这小凳子上 特别饮料啊 磕个瓜子啊 什么的 特别的惬意 这哥们儿呢 领个大黑牛 这大黑牛的腿是真亮啊 看看咱们 咱们这个 亚洲人的皮肤多白啊 这姑娘不错啊 这个姑娘是相当的不错 这是租跟卖二手摩托车的 已经入深夜了 现在呢 人还是比较多的 这小羊妞的身材是真棒啊 身材是很哇塞 他们叫 管按摩叫 Masashi 这个脸长得不行 脸上的皮肤不好 哎哟 这大白妞 这个大白妞啊 一天的垃圾也都是堆在这儿了 椰子 水果